Hello 我是Jessica 今天我來到海拍風景 現在我跟大家展示一下 我是怎樣最快速從珠海到中山的 一步 兩步 好了 現在已經是中山了 因為這裡是一條中枝邊界線 開玩笑而已 所以來說 這裡過去就是珠海 這邊過來就是中山 這裡是邊界線 就是一線之隔 我們在外面放大一點可以看到 這個海拍風景 這個樓盤對面就是高新華發的產業園 這裡已經招商完成80% 就已經開始有人在這裡上班 很多高新企業現在的人才 都是那種類似比較偏年輕化 可能都是30歲左右 他們可能會比較喜歡這些公寓項目 居住 就是如果是居住來的就是喜歡這些公寓項目 因為其實本身我一開始今天 是想來探一下這裡的住宅 但他們就跟我說 79萬買到四套 我就想過來看看究竟是什麼情況 你看這裡全部都打住79萬 買四套然後租金是4000 我就是了解到它那個租金 其實它是扣了物業管理費去到3200 3200一個回報 即是它7月9萬買一套53方一個公寓 然後一套 然後它一套設計成四個單位去出租 所以它的回報率比較高 說回這裡一個配套 這裡有個中山溫泉穿梭巴士 它是柏卡酒店業主 以及住房這裡免費接送的 這裡是有免費接送服務的 直接派車送你們去那邊 然後我們就進去售樓部看看 這裡的地段和現在的戶型是怎樣設計的 還有你們看完之後都可以留言一下 公寓你們現在覺得 究竟這裡的公寓值不值得投資 其實你們都可以討論一下 反正你們如果想了解 都可以找我Jessica 因為公寓來講 的確很看周邊的配套 這裡賣得好肯定有它的原因 因為這裡它對面是產業園 然後又接近大學城 所以來計算賣得好肯定有些原因 我們現在就來它的沙盤這裡可以看看 本身它們之前有住宅 住宅這一排全都是住宅 現在它全部都賣光了 全部已經賣光了 剩下那幾套就選擇不多 只有二、三樓 然後現在它主要賣的就是一棟 一棟其實它是商住的 它是地產的性質 是70年 然後是商住兩用地 現在它的層高是四米半 有個分為單鎖匙、雙鎖匙、四鎖匙的單位 我覺得那四鎖匙是吸引一點的 我們等等去看看那個護形是怎樣 然後它這裡來計算 現在它已經開始賣了 十二月份開始賣了 到今年的一個年底收留 因為它現在已經全部整好了 然後它後面就是那個森林公園 四鎖匙的森林公園 看到那個生脈 生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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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我現在突然間有點擾口 我的確是本地人 有時候的言語說說說說不太準 現在我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對面就是華法的產業園 現在招牆八成 未來有三萬人在這裡上班 其實這個雙圈來計算 它是很近珠海的 一條線就是珠海 就是一個中珠分界線 一個就是珠海 這邊已經是金琴了 金琴那個快線 然後金溪大道 過到來 它八分鐘就可以去到這個大學城 這些全部都是大學來的 就是珠海的北京理工大學 珠海學院 然後珠海分校 西方大學 然後這些外國語學校 澳門科技大學 這些大學城來的 就八分鐘去得到 對面和這些主要就是產業園 這些製造超級工廠 所以它去這些地方都很近 它去過高深 寶龍城都是十分鐘 又從這裡 如果是未來接駁的 心中通道的話 他們說是二十分鐘左右 就可以去到心中通道的入口 所以之後 如果這條線開通了之後 它會更加快 因為這條線好像是正在整的 這條線是正在整的 所以之後如果去到心中通道 是更加快的 大海項目的位置來計 就是在這個位置 主要的依靠就是周邊的產業園 還有它有周邊的配套是大學城 還有一線之隔 它就是一個珠海 珠海的房價 你也知道 珠海房價比這裡貴很多 它是它二分之一的價格 但它隔壁就是珠海 100米 就是中珠分界線在隔壁 一過來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是有投資想法的 都可以看一下這種公寓 可以看一下這種公寓 我們去看一下那個樣板間 因為本身我今天一開始 是說想拍攝這裡的住宅 住宅因為它就沒有多少貨 只有那些二樓四樓的 就不是多少貨量 它現在主推就是 12月份開始主推的是公寓 所以我今天就過來看一下 這邊的公寓 究竟是有什麼值得買的地方 因為它就是79萬 買得到四套 其實我都很好奇 所以我今天就過來看一下 你看這邊的 這裡首先它有個中山溫泉 這邊可以直接去三鄉的中山溫泉 這裡直接有溫泉大巴可以直達 這裡有溫泉可以直接送你 就是來這裡住的話 然後這個就是泊卡假日酒店 就是它和這裡的簽約 到時候它就配上這些一樓的餐廳 會議室 書巴和共享洗衣 都有 這邊就是它那個餐廳 就是那些共享的會議室 共享洗衣服 就會在這邊做的 然後它這裡的一個物業管理 就是雅居樂的一個物業管理 所以都不會差 雅居樂的物業管理 就是雅居樂的物業管理 然後這邊進去就是大堂了 反正它的設計就是全部都是 整棟作為酒店的 它就是所有業主都要簽租約 這個就是簽十年的租約 十年反租的 這個就是它的招牌 我們就上去看看它們的樣板間 Hello 我是Jessica 我們現在來到海帕風景一個公寓的單位 我們就看看它這個雙鎖匙 它是五十三方做了雙鎖匙的方案 等於一套 它設計了兩套出租 我們就看看它們是怎樣設計的 這個實際上它是一套單位 但我雙鎖匙的設計 它的層高是4.5米 進來這邊它就是 進來這邊做了酒店式的感覺 放了一些衣櫃 然後這裡做了一個鏡櫃 還有一個洗手盆 它右手邊是洗手間 這裡是一個淋浴 即和酒店的設計很相似 因為它這個方案 它就是要和柏卡酒店簽約 它是固定十年的租約 然後固定金額 固定反租的 固定反租是3,200元左右 然後進來這邊就是房間 這裡就是1米8的床 這裡放了1米8的床 其實它是比較簡單的裝修 從上往下就是4米5 它就隔了兩間房出來 是故意出租的 這個就是到時有酒店統一 去裝修和運營 就不需要你自己的操心 這些就等於是托管單位 這些外面就是看山景 它這個海拍風景 這些公館的話 公寓的話 它對面就是那個珠海高身 華發的產業員 它又差點跌倒 攝影師也要叫它看路 等於是跌倒 要我陪陪 工傷 是 這間就 突然間不知說到哪裏 我剛才說到哪裏 我剛才說到哪裏 不是說你撲街 我是說那個 對面就是那個珠海高身產業員 華發的產業員 這裡幾百米過去就是珠海 所以它都有產業人口聚在這邊 這邊進來同樣的設計都一樣 這裡就是洗手盆 然後這裡就是臨浴間 也是這樣設計的 這個馬桶 然後旁邊就是臨浴間 旁邊就是個 這邊就是臨浴間 跟酒店的設計很相似 這裡就是沙發 然後這邊做個陽台位 這裡就是陽台位 等於是將一間間間成兩間去出租 它這個陽台主要是可以看到景觀的 就是那些山脈 然後那些風景 可以看到 它有個二樓 這個是屋服式 這個是四米半 四米半的層高 這裏的床就小一點 因為它主要是做那種酒店式的 酒店式的 可能裡面有一個儲物櫃在那裏 床就是這樣 高度的話 我是比較高的 我是一米六八即六九 穿了鞋應該一米七左右 都不怕頂頭 還有些空間在那裏 還有些空間 不怕頂頭 攝影師都是一米七的 好像說出了他的身高 他一米七幾 我和他差不多高 等一等他不開心 又將它影矮一點 不是 這個層高是OK的 隔成了兩間 所以這裏有個雙鎖匙方案 有個四鎖匙方案 它有七十九萬可以買四套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那七十九萬買四套是怎樣設計的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的戶型 就是五十三方 它做了一開四的 這間是實質的 七十九萬買四套的設計 它有些好像很厲害的設計 其實我覺得這種 在市面上很少見過 設計成這樣 我也是第一次見 它等於一個空間裏 它設計了四套鎖匙去出租 這裏首先是第一間 其實它是比較簡單的 好像有酒店式公寓 然後有個洗手間 有個拆牙、洗澡的位置 然後這裏有張書桌 外面就是一個露台 如果在這邊可以看風景 好像一些男士如果喜歡吸煙 可能在這個位置 等於這些就是 其實這種的一個需求 其實就是周邊的產業員 那些高新企業 會比較多人來住的 因為很多是需要出差 或者來到辦公 可能會租這些 它會住 這個租你不用擔心的 因為它是由酒店方幫你去托管的 有十年的租約 即跟它簽十年的租約 即簽即開始反租 這就是它是一個交標 沒有放家私 其實它是屬於同一間 但它間成了四間幫你去搞 這裡有個衛生間 這邊就有個床 是放在這個位置 這邊都是看樹林 不過這些景觀來說 對於我們 如果是投資公寓來計算的話 其實就沒有什麼需求 因為這個 看不看風景來說 就不是一個加分行 因為它是拿來出租 不是拿來自己住 這裏上去就是 它中間那裡 兩個壺形之間 它是有一個樓梯的 那個樓梯就是 它上來還有兩間房 設計成兩間房 這裏也是做了一個小的床 窗在這個位置 然後石手間也在這個位置 其實這個設計很簡單 就是一個酒店式的公寓 分成了四間房 用來出租 四間房一個租金 其實是四千元一個月的 扣了那些物業管理費 扣了那些托管費用的話 實際上就是 79萬的一個租金 就是每個月是給你三千二元 三千二元的租金 就是那個租金給你 反給你 它就是固定的 就不是浮動收益 它就是固定 每個月都是反這麼多租金給你 就是已經扣了那些費用 這裏都是簡單單單的 間成了四間 但我覺得它這個空間設計 是真的比較實用 如果它這樣設計 可以租到四個單位 租到四個單位 租金回補都自然高 因為你有四間出租 等於你一個月 等於買了一套房 就是四間出租 這樣來計 它買這裏 一定是要簽租約的 一定要和柏卡酒店簽租約 因為它是統一運營 統一管理的 反正就是三千二 然後它就是 你如果現在買 它就現在和你 它就現在和你即刻 就已經開始反租了 所以來講 這邊主要針對一個人群來講 就是如果它出租 它自己出租 都是針對這邊的高薪產業員 因為對面有一個華法 有華法的產業員 華法產業員 現在已經是 即未來的 它已經招商完成80%的產業進去了 到時候它有十幾萬人 在這周邊上班 上班 它人口就比較多 需求亦都比較多 而且它是固定收益 亦都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它固定收益比你這麼多 其實那個回報率是去到五厘多的 這個年回報率是五厘多的 有四套 四套這樣的單位 它就是分為一個雙鎖匙 一個四鎖匙 我個人覺得 如果是真的你們 有這些投資需求 想看這些公寓的話 其實這個四鎖匙 這個方案是挺好的 這個四鎖匙 因為它四套單位出租 怎麼都不會虧 因為你四間 好 我們日晚間看得差不多 我們下去轉一轉看看